各位菩薩 各位大德 阿彌陀佛 今天 是我們 大方廣元絕修多羅了義經 第31講 那個這31講裡面 各位知道 我們元絕經已經進入到尾端了 他分成 十二位菩薩分成三大段 第一大段 是我們佛陀 先講因地 眾生本成佛 圓滿的元絕自信 本自清淨 他對文殊師弟講 對普賢菩薩講 然後接下來對普言菩薩講 那也是金剛杖菩薩講 可是呢眾生決信 本成佛 眾生決信本清淨 可是眾生 為什麼還在這清淨當中 還不清淨 雖然 已成佛 可是為什麼還沒成佛 所以佛就教免法門 要有劍赤之法 而這個劍赤之法 第一位 他教導 叫弥勒菩薩 因為眾生為什麼沒有得到了元絕自信 就是因為 恩愛貪欲 然後呢 告誡 這個清清慧菩薩 因為眾生有智障 智慧的障礙 所以這個智障也稱為叫禮藏 道理的禮 禮藏 那因為有禮藏 所以呢 士障就沒有辦法除 所以禮藏 頓除 什麼叫頓除 當下建物 當下開悟 那事呢 因赤地禁 可是你沒有禮的話 你的事 不管是什麼禁 不管是什麼除 他只是在外圍轉繞而已 所以佛經事實在會講 這個稱為叫盲修善念 可是目標 你一瞭解目標是什麼 雖然 是要耗盡心力 要有赤地而行 可是目標 一定是達到 所以呢 禮藏 要除 禮藏最重要 士障 因赤地禁 這個是佛陀對清清慧菩薩所講的 然後 很重要的 威德自在菩薩 佛陀就提出了 具體的三個方法 所以他就講啊 方便有多門 歸圓無二路 而這方便有多遠裡面 佛陀說 無外敷三門啊 這三門 第一個就是 奢摩他 這個三摩菩提 這類叫做禪摩 那這三輪裡面 三個裡面 可以變化回二十五輪 變化二十五輪是對 便因菩薩來講的 那麼我們的元節經 已經到第二階段 其實要結束了 可是佛陀啊 苦苦婆心 羅陀的教會 再度的 把空甲中 三者喝為一來講 所以第一個 就是呢 第十位菩薩 解釋第三階段的第一位 這位菩薩叫做 禁諸業障菩薩 為什麼我們還有業障 既然 我們一切 一切都是本成佛 所以他對呢 禁諸業障菩薩講 因地形象 一切如來 因地形象 各位 這個是在 第十位菩薩講 這個我們已經教過 可是 我們再複習一次 因為今天要進入 普絕菩薩 跟這個有關 一切如來 因地形象 因地 那在因地形象裡面喔 各位所有 恒河沙漸的苦修喔 在疑念之間 那個所以他講 一切功用 犹如疑念 喔各位 這個文字很美 可是這個含義 很深 什麼叫一切功用 各位他前面有講說 諸佛如來要成佛 要歷經了恨河沙節 可是呢 猶如一念 是哪一念 回歸真心的那一念 回歸真心 這個叫因地形象 所以我們這部 元絕經 剛開始對 文書來講 是從因地講喔 因為因地就是果絕 因地 因果不二 如來的因地 就是我們眾生的果絕 這句話要聽得懂 所以今天我們在學佛的過程裡面 最捷徑的方法 就是頓化 那個裡面說 我沒有那種根氣 你為什麼沒有那種根氣 其實你本來就是佛 所以要承擔 所以金剛經的講 要承擔 阿鳥 德羅 三妙 三菩提 他就講這個意思 那個當我們承擔了那一刹那 一切功用 猶如一念 所以這句話在講什麼 在講眾生本成佛 那各位到了眾生本成佛 他用這句話 以才知眾生本成佛 這句話喔 其實是佛陀對文殊師弟菩薩 對普賢菩薩 已經講得明白了 可是這樣的文字 要到第三位菩薩才出來 對 南衛菩薩講呢 對 普衍菩薩 他講的 使之眾生本成佛 各位啊 我們本來就是佛 既然我們本來就是佛 所以一念間 啊 我清楚 我明了了 各位你要知道 諸佛如來 各位他歷經 千百億萬恆喝撒姐的苦心 就是為了這一念 為了這一念然後印證這一念 是為了這個而已 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都是在外圍 都是盲修下練 就是回歸本心而已啦 所以跟歷代的諸佛 包括祖師大德 這個才真正叫大德喔 你看 禪宗的 從初祖達摩 到達六祖 一定講一句話 不是本心 學法無義 就是這句話 那各位 現在 我們要進入到 普絕菩薩的時候 我們就要以 他對 禁諸業障菩薩的開頭這句話 來做開頭 所以各位現在 與會的菩薩 包括現在普絕菩薩 輪到他是躍腳囉 但站起來問的時候 他就說 佛陀啊 當你告訴我們這番話 眾生本成活 我們聽了非常的慰藉 也非常的感恩 各位你去看喔 一個菩薩對佛陀那種尊敬 那種由心表達出來的那種尊敬 為什麼 因為眾生在迷惘之中 在迷命之中 六道輪迴 沒有辦法出離 竟然就在佛陀的一句話裡面 我們只會講這麼講 就點醒夢中人 那各位你們聽說 這句話 就這麼簡單 可不簡單 可我告訴你 灰善根者不能接受 不要說灰善根者不能接受 其實 要碰到圓絕大法的 這一個大法 也是百千萬劫 難遭遇 我們互相來研究的時候 我都會提到一件事 可一定要地聽 這個地聽呢 他是佛陀告訴我們 你要聽真正的心話 這個不是呢 世間上的 問學之 問技之學 不是喔 這個是要地聽正話 地聽心話 各位必須要地聽 那個有關你地聽的解釋 各位已經說過了 你要在當下 你要把所有的心中的 所有的雜念就恍下 恍乎現在 我們就在零三會上 親自聆聽佛陀的華藥 各位有個公案 我稍微說明 在日本 明治維新時代 其實距離現在不遠 大概一百多年前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日本禪師 叫蘭隱禪師 可是很有名 這是大家公認的一個大禪師 在明治維新時代 那個蘭隱禪師 因為他在殘禪 在禪的方面 很政治間的見地 所以當時呢 他在日本的學界 教界很有名 所以很多人去請教他 有一天有一位大學教授 保有名氣的大學教授 他要去見 南隱禪師 南隱禪師 各位也見他 各位兩個人 一進去 因為日本是和室 在和室做的時候 南隱禪師就幫他 氣茶 因為日本要喝茶 幫他倒茶 氣茶 那個這一位大學者拿著杯子 南隱禪師倒倒倒倒一直倒倒倒倒 杯子就滿的時候 繼續倒繼續倒 那個大學者就說禪師 你已經倒了太多了 你沒有看到 杯子的水全部滿出來嗎 禪師說 你心中之念 你的心中 緩無事 杯子的杯水 杯子 當水印滿的時候 再倒 水定溢出來 所以你心中之悲 哪能容 真正的殘水呢 各位 這告訴我們什麼 公安力體驗是什麼 你心沒有空的時候 佛陀的正法 裝不進去 你有主觀的藝術 你有你自己的 的想法 各位 佛陀的殘水 圓絕大法 怎麼可以露 你的心中呢 各位告訴你講 這位大學者 也因為這樣子 而開悟 各位你知道 所以各位有時候在 悟處裡面 是悟者 差那間 那各位今天用這個公案 來告訴各位 任何 聽到佛陀的大話 佛陀的心話 各位心 一定要 晃空 晃空的當下 各位你來聽 我們就稱為叫 地聽 好 來請 師姐現在開始來念 這一段 請 於是 普覺菩薩在大眾中 急從坐起 鼎禮佛竹 又繞三渣 常跪插手 而伯佛言 大悲 世尊 快說殘病 令諸大眾 得未成有 心意 蕩然 獲大安影 世尊 默示眾生 去佛 漸遠 賢聖隱符 邪法 偵斥 使諸眾生 求何等人 依何等法 行 何等信 除去合併 雲何發心 令筆群芒 不度邪見 好 各位 小妹們從文字上來看 這時候的普覺菩薩在大眾中其從坐起 鼎禮佛竹 又繞三叉 常跪插手 而百佛言 各位每位菩薩 對佛陀要講的正話 可是他一定這麼做法 這是以禮來恭請 大悲世尊 快說禪病 令諸大眾 得未曾有 這句話 太重要了 大悲世尊 你 不對 我們這些菩薩 從文殊菩薩開始 尤其是我前面的那一位 就是禁諸業障菩 快說禪病 什麼叫快說 痛快的說 所謂快說的意思就是 決然無所思心的 就在當下的說 說什麼 說什麼叫做禪病 的諸有 禪的意思就是心也 心就是禪 心就是禪 禪病 而這個禪病裡面 他佛陀對禁諸業障 菩薩講 眾生的禪病 再有四個 哪四個 各位 我們都知道 第一個 就是我相 人相 眾生相 以及 受者相 也稱為叫 受命相 一樣的話 那各位 你有四個 這個稱為叫禪病 而禪病分成 粗跟細 粗的禪病 我們稱為叫做 世相 而這個粗的禪病 是因為 迷世 迷世 那個什麼叫迷世 就是呢 迷於 從意識心 所產生出來的這個世 世就是意識心 那個為什麼 為有意識心 因為 他認為 身心為實 身跟心 是真實的 那因為真心 如果身跟心是真實的 所以六根 也是真實 過去想喔 去推喔 那個六根對六成 也認為是真實 既然 六成是真實 所以 就會從這 生實中 以身心為主 認為 成是真實 所以對這個成 它就產生了一種 順我者 我就愛 為我者 我就膩 我就不要 那各位這個稱為叫做 愛 真 取 舍 那各位有了愛真取舍 所以輪迴就不斷 各位 這一個 叫做呢 出的迷世 稱為叫做世相 各位佛都講為什麼眾生沒有辦法成我 就是因為有 這四種相 這四種 來妨礙我們 所以各位要懂得 而這四相裡面 以我相為主 而這我相 就是以身心 為真實 這個我 我 各位你現在就問一般人啊 不管他修行多久 還是一般的什麼人就問他 我是什麼 各位大家的概念 就這個身跟心嘛 身體跟我的感覺嘛 我師故我在嘛 這個身體跟心嘛 所以各位 佛陀就告訴我們身心患購 身心是假的 當我們不知道身心是假的的時候 我們就會認為 身心產生出來的六根 這是言而畢的生意 它也不是假的 它是真的 六根是真的 所以六成一定是真的嘛 那六成一定是真的 我們就會執著在這個成 因為這個成是實相 它是真正的 它是真正實體的東西 而會對它產生了 愛爭取舍 那個愛爭取舍 這二項 它就是我們輪迴的根本 那各位這個叫做殘病 粗的殘病 那個什麼叫細的殘病呢 這是一個謎字 一個謎事 一個謎事 一個謎字 這個更細 那各位 當你已經破了出的 這個殘病的時候 你已經破了謎事的時候 各位 我們可以稱 這個稱為叫賢慎 其實已經進入吳威華了啦 各位說實在 也不容易了 已經破了 已經進入到吳威華 所以各位 我每次提強調 金剛經講一句話嗎 一切賢慎皆以吳威華 而有差別 所以要進入到成活 各位 這後面的關鍵喔 因為 這些聖人 這些賢慎 還迷以智 那麽他名字名什麼樣的智呢 因為 雖然 已經有所證悟 可是他還不亡 不亡就是沒有忘記 還不亡什麼 能 正 知智 他沒有忘記喔 可是他還有這些物記 還有那種感覺 所以呢 不亡能正之智 所以他名字 名字喔 已經進入到一個階段喔 可是 可是他能的名字 再來不亡 能悟之智 不亡 能了之智 不亡 能 絕 知智 所以這個禪病 就是對正物了絕 還是存在 各位你要了解 是金剛經的前半段 在講 迷失 破了迷失 金剛經的後半段 在破了迷失 你迷失 你迷失不破喔 你迷失 很難破 可是呢 要怎麼破迷失 可不需要 要怎麼破 比如你心裡面一直想 我不能 有能正之智 各位 這個還是難迷失喔 因為你心裡面這麼想喔 當你破了前面的迷失的時候 最後的迷失 你回歸本心的當下 有一天一定會破 可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與你無相干 你已經進入賢神了啦 各位聽得懂不懂 可是第一個門檻你沒有進去 各位跟你講 你門都沒有 你還是歡呼 頂多 你只是好人好事 你還是歡呼 你還沒有進去啦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金剛經的告訴我們喔 要進入到無為才是賢神喔 可是一切賢神 皆以無為 可是還有差別 各位 各位講到這邊這樣 聽得懂不懂的意思 所以各位這個禮上 已經了解這個智慧喔 不要再用心 也不要再強迫 自己要怎麼樣 你自己怎麼樣 各位你還是在 民宿的當下 所以各位我次團會講嘛 酒杯的酒 已經全部倒掉了 倒掉以後 你去拿取酒杯 能量有味道 啊怎麼樣 讓它沒味道 各位 你只要往本心的方向再走 你已經知道回歸本心 當下就本心喔 這個酒杯的酒味 它會慢慢淡化 淡化那一天叫就進成佛 那還沒有咧 還沒有那一天 就是華炎君所講的 實信 實住 實行 實回向 實地 等絕 妙絕啊 各位你就懂得這個道理 那華炎君把它分得很細 其實各位進入信位 信已經是道遠功德本了啦 你進入信位 可以正道出駐 給我告訴你 已經是往活菩薩 等絕妙絕這個方向再走了啦 為什麼要有初信到實信呢 初信 你知道了 可是各位還不兼顧 各位了解嗎 可是要進入初信 不容有 你會說 進入初信不容有很多人 很勤苦在修行啊 很勤苦在修行 可是他還沒有辦法入本心啊 還在外圍啊 可是初信 一路 一直到實信 實信接下來進入到初住 各位跟你講 到初住的時候 前面的迷失 全部破了啦 所以各位要懂得這樣子的道理 那個法源只是把他講得詳細而已 憨山大師也講過嘛 不讀法源 不知道 佛家之富貴 裡面的內容 太詳細了 好 各位 現在佛陀 快說禪病 各位我們這些語言文字 透過文字剝裂 可對經典 你要懂得 它裡面的內涵 可對禪病 你知道嗎 一般修行者 就是有了這個禪病 那個令諸大眾得未曾有 讚嘆嘛 佛陀你沒有告訴我們這邊 我們真的不知道啊 真的要感恩你啊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們這邊 可我們一直在盲修瞎練啊 各位 所以在佛陀還沒有在我們這世間 他還沒有視線的時候 可不要忘記喔 印度當時候的婆羅門教 各位 他已經進入到很高的禪定的階段喔 而且很多修行者都是恕心苦行 那個人又講 這些苦行 怎麼缺佛陀這一位 佛陀剛開始也是這麼做 可是六年的苦修 最後七七十九天 在菩提樹下 憎悟 憎悟了什麼 憎悟 原來說的眾生 都具有 如來 智慧 得相 只因為 被這個禪病 而把他 眼遮而已 而不能贈得 而這禪病 第一個 就是妄想嘛 什麼叫妄想 誤會嘛 想 是一定會想 聖人也會想 可是妄想 誤會在想嘛 以為一切是真實啊 誤會什麼 誤會身心是真實 誤會六根是真實 誤會六成是真實 既然是真實 你才會有愛爭取舍 愛爭取舍 反正你出現了惡相出來 就像道家所講的 無極生太極 太極生兩極 兩極就是惡相嘛 愛爭取舍 這相對的東西嘛 那惡相 個兩極出來 他就四相啦 那接下來就是八卦啦 八八六十四萬物生焉 各位你看 所以道家是講這個 宇宙真相就一個而已啦 就是在 我們在惡相 城牢之中 才會有宇宙萬象的產生啦 那佛陀就這樣告訴我們 所以佛陀的話的珍貴是這個 而不是你看到的 喔那打坐打了幾天 那幾天不吃飯 各位到現在印度還有這樣的人 尼泊有這樣的人啊 佛法的珍貴是在智慧喔 好 各位 你去看這句話 佛陀你不快說禪病的話 我們真的不知道啊 可是呢 我們聽到又讚嘆 得未曾有 然後我們心意蕩然 這叫心意蕩然 我們的本心 蕩然 就是沒有遮掩 我們的本心裡面 就能普照三千了啊 我們的本心呢 本來就存在的啊 沒有一天消失啊 然後佛 大安穩 各位 這個是普覺菩薩 要問之前 先對佛陀的讚嘆 也是我們對佛陀的讚嘆 可是讚嘆完畢以後 他根據問題來問喔 他要問什麼 佛陀啊 既然你講眾生本成佛 那你已經說過 你跟敬諸業障菩薩說過 因為眾生有禪病 有事項 所以不能正的佛性 這位普覺菩薩來替我們 末世眾生這麼問 而當末世眾生了解到這邊的時候 他才是真正 可以當末世眾生 就最後一次當眾生啊 誤會當眾生 而今天澄清了啦 那各位 所以底下的話 他這麼說 聖賢隱符 血法真事 各位你去看看 因為這些聖賢 歷經的時間 開始的演變的過程裡面 聖賢已經隱符了啦 那血法真事 血法真事 那各位有關於這段話 各位在勇家大師的 正道歌裡面 可他講的 非常的詳細 可正道歌他講說 錯 這是 心中的感慨 錯莫法 二十四 現在的這個世代 是邪見充分的世代 來 眾生 浮薄 藍條子 我們眾生的福報就慢慢沒有啦 就善根慢慢缺少啦 眾生 浮薄 藍條子 去聖 遠兮 邪見生 你看這句話 我們去 距離聖人 越來越遠嗎 去聖 遠兮 邪見生 瘟 瘟 墨強 法弱 多怨害 文說如來 正法門 莫不 滅除 令我脆 勇家大師 已經站著感慨 何況今天 各位這個你不要懷疑 勇家大師 是一個大策悟者 他是佛陀 他是六祖 慧能大師的華士 這個是末華的狀況 我們一切按照佛陀的經典 我們依教奉行 可是 就是有人 會來毀謗 那個他就講說 賢慎 隱符 邪法 真是 他提出了底下的問題 第一個 我們要求 何等人 那怎麼辦 佛陀 你已經入虐盤了 我們今天的末華眾生 各在茫茫大海裡面 賢慎又隱藏 邪法又入真 請問 我們要求什麼人 這是第1個 第2個 我們要 來行什麼華 什麼華才是正華 那我們要行什麼行 各這3個 那這3個裡面 其實 這3個是1個 當你這個人 是善之是對的話 你的法就對 你的行一定對 所以各位才有一句話嘛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 後面那句話 善之是難欲 所以善之是人 各位佛陀就是我們的 最大善之士啦 沒有佛陀 我們今天 怎麼能夠蒙受佛恩 了解這些事 你說這些事有什麼好處 可讓我們可以斷輪迴嘛 眾生的苦是在輪迴而已嘛 那各位 現在普學部要講說佛陀 你也入涅槃了 我們怎麼辦 你能不能介紹給我們 什麼叫做善之士 我們有了善之士 我們的法就正確 我們的行也正確啊 然後最後一個問說 佛陀你在開示 所有的眾生不能成佛 到底 我們是呢 執著了哪些病 哇 各位這太好了 這個是普絕菩薩啦 他對佛陀的奇問 第一個求以何人 我們要修什麼話 我們要行什麼行 到底今天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哪些病 那個這些病有四個 所以最後言絕經要結束的時候 各位佛陀 我們做個總結 佛陀告訴 眾生的病 在四相跟四病 那個這四相哪四相 我相連相 中相受者相 和他分成兩個粗跟細 那現在 佛陀要講 到底修佛者有哪四病 第一個主題來了 求以何人 這個人 到底具備了哪些資格的人 才是佛陀所塑祭的 以後的末法眾生 可以 依這個人 而行 依這個人而學 絕對可以 得 而阿鳥德羅 善鳥善 善鳥善菩提 好 個底下 我們來看下一頁 若是 当谓辱说 时 普觉菩萨奉教欢喜 集诸大众 默然而听 善男子 莫视众生将发大心 求善之事 欲修行者 当求一切正知见人 心不住相 不着声闻 圆绝境界 虽现尘劳 心恒清净 事有诸过 赞叹犯行 不令众生 入不律宜 求儒世人 急得成就 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 各位 这是我们今天 很重要的重点 请各位仔细听 普觉菩萨既然问说 佛陀啊 你能教导我们末世众生 我们末华的众生 在贤圣 已经引福我们去胜远夕的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求以何人 而这个人一定是善之事 那什么叫做善之事 各位重点 所以做事 予以无体投地 如是三寝 中而互使 而时世尊 告普觉菩萨 言 善哉 善哉 各位啊 已经提到善 为什么佛经里面都提到善 善 就是本质具足 圆满无缺 叫善 就是我们的本心 所以善哉善哉 就是从本心出发 不是世间的善乐出发 从本心出发 所以能听得懂善哉善哉善的人 就是你愿意回归本心的人 一律称为叫善男子 所以佛陀时常对一些大菩萨 用善男子来称他 比如他对文殊舒立法王子 称他叫善男子 那个文殊舒立法王子 对一个即将成活的善才童子 也称他叫善男子 原因何在 因为这些人已经怒本心了 怒本心 给我告诉你 迟早成活 为什么 其实他已经成活了 只是他的习性而已 可是他已经知道 从这个方向走 必然成活 就像我们已经知道 一个地方地点 只要你愿意走 一定会到啊 可是你不知道地点在哪里 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示 你怎么走也走不到啊 你说 刚好被你走到 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叫住戏也 这个刚好啦 可是这个学佛 不是学激励的 学佛是百花百种 这个才是学佛 不然学佛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认同的话 勾掌一下 如果学佛还能在那边摸 在那边摸索 如大海中要去行真 各位请问 要学这个法门有什么用 说个你 我们要懂的这个道理 那个到底学佛 真的可以成就吗 佛头先跟你保证 千金万点都这么讲的 是众生的迷惘 众生的迷媚 而迷失而已嘛 为什么 总规矩话 没有善知识啦 所以各位真的善知识太重要了 所以在经典里面 所显示出来的这些菩萨 跟佛全部都是我们的善知识 可是问题来了 它是文字剥雷 而今天去圣远兮邪见生 所以经典无人说 虽智不能戒 好 尔是世尊告普觉菩萨言 善善善善善男子 如等乃能知问如来 如是修行 能施末世一切众生 无畏道愿 令彼众生得成圣道 跟你去看 他也赞誕普觉菩萨 普觉菩萨 你能够问这些的修行 能够让一些末世的众生 得无畏道愿 无畏道愿就是要成活啦 你无畏道愿的时候 就已经要成活啦 成活这个方向了 令并比众生得成圣道 圣道就成活嘛 努心替听 当为努说 使普觉菩萨 哄教欢喜 及诸大众默然而听 好 下一页 善男子 莫世众生 将发大心 求善知识 欲修行者 各位 佛陀已经告诉我们 这个人 我们把它称为叫善知识 而这个善知识有什么条件 当求一切正知见能 才称为叫善知识 而这个正知见能 他一定是心不住向 这个是条件哦 最终的条件是正知见哦 那正知见者心一定不住向 那个不但不住向 后面重点哦 他也不着身文元节境界 他也不是恶称人的境界哦 各位要当佛陀标准的这位善知识 因为没有善知识 你没有办法成活道嘛 而善知识的条件 就是正知见 正知见者一定不住于向 除了这个以外 他也不住身文元节境界 虽现成劳心狠清净 事有诸过 赞叹唤行 各位 这个是对善知识的条件 而这些条件里面 各位 以第一个为主要 就是正知见 正知见也称为叫正见 正见也叫做佛知见 什么叫做正知见 各位 有几部经典可以引述 华剧君 各位有一个记忆 他说 善解生意 善解 各位第一句话 善解的善 入本心才叫善 善就是我们的本心 本质具足 毫无缺失 称为叫善 各位 圆满毫无缺失 只有本心 世间的一切 没有不暇出的 善解 从本心解 然后了解 他的生意 宇宙的真相是什么 是空 是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 是宇宙的真相 所以第一个是空 空意 可是这个字空不是没有 空它能现出有 能现出有的那一个称为叫空 就像镜子一样 它能现出有 所以第一个称为叫空 这个是宇宙的十相意 既然是空 所以它是无相 可是无相 后面还有一句话 无不相 因为无相能现出相 所以叫无相无不相 才是中道意 无相不是没有相 它能显出相 可是这些相 能显出来的相 没有例外 全部都是幻相 所以金刚金讲 还所有相 皆是虚幻 各位 你去看看 所以空无相 它是几乎同一件事 它是用文字表达 空无相 可是无相 无不相 各位 所以你们是让听到禅宗 再这么讲 法相中再这么讲 无相无不相 为什么无不相 它是从无相现出的相 所以一个活法的中道意 是不着有不知空 空有不恶才是活法 什么叫无作 无作的意思 不是没有作为 无作的意思是 真心本性本然如是 不是你造作出来的 这个叫做无作 什么叫作品 我要修言诀自信 我要成就言诀自信 我修什么话 就可以把言诀自信 把它显现 各位 你都不知道 你不用修 它还是这么完备 你修 它还是这么完备 而且你还有修的念头 你又多了一个妄想 什么叫无作 本来如是 什么叫无相 它能现出相 无相的真正意识 它是空 就像虚空一样 所以嫩言经讲 何谓虚空 它说虚空无群相 虚空不是相 可是 不妨碍诸相发挥 当你了真实意的时候 经典我们都看得懂 经典看得懂 我们修行 才会有方向 那这个空无相无作 一般把它称来叫三三昧 三个三昧 那各位 也称为叫做三门 佛法很多 用语言表达以外 再用什么表达 文字 语言 也可以用图像 照相 也可以用建筑来表达 是你懂不懂而已 为什么要照照的佛布萨 有这样的原因 为什么 牵手牵 要一千只手 为什么 牵的意思代表 无量无边 手的意思 就是手段 做法 眼的意思 眼睛嘛 眼就是见地啦 我们说 这个人有眼光 很有眼光的人 不是没有金色的人喔 各位 很有眼光的人 不是我视力很好的人 这是物质喔 是他的见地 不错 叫很有眼光嘛 所以人家这样的照相 有原因的啦 好 各位 我们到达老佛寺 现在现代不一定啦 你要进去佛寺的主体 一定要经过三门 所以他的建筑 各位 就是有这样子 就是三个门进去 这三门 一个叫做空门 一个叫无相门 一个叫无座门 所以各位 你要进入佛寺 各位 艺术品已经告诉你 建筑已经告诉你 你入佛门 就是叫路三三昧 路本心 空无相无座 他就告诉你了啊 那可是后门后人喔 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意思 就把三门的音 把它改成三门 各位到一个道场的三门 三门进去 三个门啦 各位你去比较大的道场看 三个门啦 有时候中间的门比较大 两旁比较小 都无所谓 看你怎么建筑啦 他会表达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意思以后 他无生也无媚 个无生也无媚 就是本不生 哪来媚 那本不生哪来媚 我们称为叫做无生 花开见佛物无生 个本来所的一切都是无生 环绕是无生 所的一切都是无生 因为众生本来执着它是实体 那既然是实体 所以就变成有生嘛 那你有生就有媚嘛 所以我时常讲说 我们有贪生吃 所以诸瓦无形经告诉我们 贪生吃是佛性喔 佛性显现出来的 你不知道贪生吃的实性 你怎么媚贪生吃 那贪生吃的实性是什么 是空性 是我们误论它叫贪生吃 所以它才有贪生吃 所以当你心里面已经有个念头 如果我要断贪生吃 那请各位要听着 贪生吃本来是空性 本来是无生的 就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 让你滅了 各位 你这样的念头一出来 跟佛所讲的中道义开始偏离 佛所讲一切都是空 空不是没有 没有实性 一切都是无相 无相不是没有 因为无相无不相 那什么叫无相 因为他没有实性 既然没有实性 所以 你回归本心 不要做什么 当下就回归 因为他本来就那一回事 所以叫无生无媚嘛 那你不知道无生无媚 你把它当作是实体的话 他一定有生有媚 那既然有生有媚 你就一直在有生有媚的修持之下 你怎么能超脱轮回 超脱轮回是要破二相 破二相 哪个超出轮回 你还有个生 还有个媚 就是我们刚刚来所讲 你把生心当作生 你的六根就变成真 生啊 就变成真的东西 六根变成真 六成一定真 六成一定真 六成只要顺我心者 顺我生者 我就欢喜 唯我心者 我就称恨 那爱真一出来 底下我们不用讲了 取舍一定出来 你二元化一出来 各位 你轮回没有办法了 所以你还一个生还一个媚 宇作实相是不生不媚的 为什么不生不媚 因为空无相无作什么有生有媚 各位 善知识要善解这个生意 各位 这个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生意 你所教导的众生 教导的学生一定偏离 你自己没有办法悟到 你还 你还 以盲倒盲 把人家导入到不中道义 所以你要求善知识 善知识的条件就是这样子 然后了达诸华 诸华就是华 华就是成像 华 华就是心献出来 叫做华哦 所以心是根 华是成 两者犹如心上痕 可是这个是华 从本以来 这个华 从本以来 究竟平等 为什么究竟平等 各位他讲的究竟哦 毫无 毫无偏差是究竟 什么叫究竟 因为当体极空了不可得 什么叫做究竟平等 因为不管献出来的华像 献出来的华是什么 一切 没有差别的 都是影像而已 既然都是影像 当然平等 各位你如果在世间的生命的现象 世间生命的现象 不可能平等 你找不到平等 各位这个不要怀疑 可是只有什么才究竟平等 入本心献出来的像 你已经建华了 你诸像 灰像 建华了以后 你看到像 像就是我心中献出来的影像而已啊 影像哪有不平等的 各位站在镜子的前面 黄金色入镜子 大便色入镜子 对镜子而言 黄金跟大便 两者都是他的什么 影像而已 可是各位为什么众生喜欢黄金 为什么喜欢黄金 因为物以虚为贵 你要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 经典里面 为什么讲西方结合净土到处都是黄金 你知道吗 这是经文的隐喻 告诉我们 你都到一个全部都黄金的地方 你就不会去贪黄金 使那个环境让你心不起贪黄金的念 人家的意思是这样子 各位 当你把黄金当作真实 为什么黄金会当作真实 因为你把身跟心当作真实 你六根感受出来它叫黄金 所以它就真实 所以你才会有爱 争取舍 各位这个叫做轮回音 我们说了生死就是了这个 各位我告诉你 你这个不了 你告诉我说我已经苦行了几年 我已经念经念了什么 各位 我已经背了多少经 拜了多少拜 各位跟你讲 成活跟你无相干 从本以来 究竟平等 这个才叫做平等 各位世间的事情不平等 你不平等 要把它故意当作平等 那叫做不平等 究竟平等 这是心经所讲的 无等等 各位有没有记得心经的后面 各位这座叫什么座 大神座 大明座 无上座 无等等座 什么叫无等等 无等等 就是人平等也没有的 才叫做无等等 究竟平等 你讲平等 其实它是不平等 各位你要知道喔 要无等等 没有东西让它平等 为什么 全部都是影像 你没有证悟到这样子的见地 各位 佛陀说 这个不叫做善知识 各位 请各位要仔细听喔 今天这一堂课的重点是在善知识 各位现在人海茫茫 我们也说要去找一个善知识 不管是出家在家 只要它标榜想教众生的 可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人讲说 我叫做二知识 我是邪见 你们不要来 不会 每个人都标榜 他是善知识 现在佛陀 已经给我们一个标准了 什么叫做善知识 我现在引第二部经典 这部经典是经过了佛陀时代 大概一千多年以后 有一个中国人来做诠释 这一位大家知道 他就是慧能六祖慧能大师 他的见地跟佛陀无而无别 那各位 这一部经里面 其实每一个章节都重要 第一章最重要是无相诵 那个无相诵里面 六祖已经明白的 把什么叫正知识 给讲出来 正识是出事 邪见 是事件 什么叫出事 各位注意 出事不是在离开人世间 所以经典难懂 就这样子 一定要解释 出事是什么 出事就是我们的心 也称为叫做化戒 化戒 心也 世间 什么叫世间 就是生媚不断 生媚不断的世界 是要二元对峙的 一律称为叫世间 现在六祖要告诉我们 当你的见地 是从心化戒 可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界 也不离开世界 当你心入化戒的时候 请各位听着 你透过六根 产生对质的六成的当下 全部说是你心产生出来的相分 各位到这边能不能听得懂 从法相中的角度 相分就出来了 相分是什么 就是圆绝自信的我们真心本性里面能起念 它就会出现见分 见分是能见 透过六根 能见到六成 见到六成 沿着逼着生意能见 射身相分 全部都是我见分献出来的相分 各位 这个人体悟到这样子的人 这个才叫做正见 既然所有的相 都是我见分见出来的相分 它全部都是影相 都是虚幻相 当我们了解 这个一切都是虚幻相的时候 各位 这个人就是进入正见 可是你不了解 从本心出啊 从法界出啊 从法界观出啊 你的六根接触六成的一切 各位 你的认定 它都是一种实体的生命相 因为实体的东西一定是生命嘛 既然它是生命相 而你还从这生命相里面修行 还从生命相里面做文章 还在生命相里面流转在生命相 可不管你学问多高 不管你做的善业多大 它一例称来叫邪见 各位 你看六足的标准 那么一样的严格 所以 我们知道《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 可这段话 他这么说 他说 还忽 还忽 建之相 淡随 诸相转 不了 法无信 以示 不见佛 各位这是华严经的一段话 太好了 各位他说 环乎一定入邪见嘛 环乎见诸华 环乎呢 他也是在华中嘛 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华中嘛 可是 他不知道这个华 他是没有实相 他是隐相 他不知道 所以呢 但谁诸相转 环乎也是在华中喔 各位 所有的众生 不管你是环乎还是圣人 你的见分一定会看到 一定会产生相分 相分会产生隐相 一定会产生隐相 圣人他知道 他是隐相 环乎呢 他以为 这个相是实相 所以淡水诸相转 各位你去看喔 重点就在这个而已啦 各位有没有记得 我们在上一集里面 我们讲到文殊问普贤 有人欺你 有人骗你 有人毁你 有人棒你 有人亲你 你怎么办 你能够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奈他 可最后 敬他 为什么你能这样子 因为 一切都是隐相啊 不然你怎么忍得住 不然你怎么忍得住 所以文殊问普贤 这寒山问时德 可这是圣人之问啊 各位如果世间的话 有人欺你 有人骗你 有人 棒你 有人 毁你 你怎么回答 法律见 各位叫书见见 一定这样子啦 我要求个公道 我法律可以求我公道 我以前没有法律 我以暴自暴 各位就这样子嘛 各位 你能有那种见地 你不简单啦 因为你知道 有人来欺我骗我 这样子的举动 这样子的一切 对我内心 产生的成像而言 他都是幻象喔 可这不容易喔 那各位啊 环乎见诸化 淡随诸相传 不了法无信 这法无信 都是影像啊 已是不见佛 当你知道他是影像的时候 你就见佛了嘛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就是佛 那各位这句话 这是金光金 最雷同的那句话 环一切相皆是虚幻 若见诸相 灰相极限如来啦 佛就如来啊 各位你去看 所以经典 我跟你讲喔 大乘聊一经 一经通万经通 如果没有录证件 不管你找的资料多少 你的学问多大 都叫济问之学 不足以当人师 这是李济 中国李济讲的一句话 各位你去看看 证件 是出事 邪见即世间 着相的全部都叫做邪见啦 用法界看世间 所有的世界全部都是影像 这个才叫做正见啦 这个叫佛的本能啦 也称为叫本智啦 那各位你用邪见 这个称为叫做忘心攀原心啦 正学禁答却 什么意思 当你从法界看世间的时候 注意喔 所有的世界 就会变法界 各位 这个你喔 当你用似法界看世间的时候 所有的世界全部都变法界喔 各位什么意思 我举例子 各位现在问你们啦 这个茶杯是世界还是 还是法界 这个茶杯世界 为什么 因为它是人造做的嘛 它有生命嘛 它有它的用途嘛 可是 你现在从本心来看这个茶杯 茶杯变成你的什么 影像喔 那茶杯对的影像 茶杯用来干什么的 你已经露体来看茶杯 茶杯这个像 是让你用而有 所以叫体像用 三则一 一则三 所以开悟者也是在用茶杯 不是你开悟它是影像 你就不用它 那你就错囉 不然你怎么生活啊 所以个真正善知识 它都跟你一样啦 它完全跟别人一样啦 它的整个绿仪 也不一定比别人严谨啦 有时候它会挖鼻孔喔 这个没有修行 挖鼻孔跟修行没有修行有什么 可是众生会着想啊 出来一定 非常的庄严 前面就有人散花让他走过 大家都跪着 跟他呢 跟他典礼 你看了 这个是善知识 你也跟人家这么做啊 可是各位 它有没有建法才是重点 要了解 各位跟你讲 圣能跟环汝你看不出来啊 各位 所以元绝经喔 各位佛陀所讲的喔 真的是非常的圆浓 元绝经喔 跟金刚经不同在什么 金刚经讲大法译 元绝经讲大法译以后 还讲细节 所以各位 这部元绝 最后一堂课的时候 各位 你会感受到元绝的伟大 元绝经一出 所有的金刚 法界 所有带的剑术 全部来付出 这是最后一堂课啦 你才知道 元绝的整个可贵在什么地方 元绝要大心喔 宗密大师说 灰真正的十四英元 不可能 这要非常大的福报的时代 他才能够兴起啊 而且他又讲喔 宗密大师讲 能讲元绝的人 他说 不是诸佛菩萨来应试 谁能讲元绝 可是奈何 我不是 所以各位 你们就将就 我真的啦 我不客气的啦 我真的 你们就将就 虽然 不中 亦不原已啦 我只能这么讲 可是我不是 罗菩萨 我还是一般的 环乎的见地 可是跟各位 来做这样的分享 什么叫正邪禁达雀 当你入法界的时候 所有的世界 全部都变法界 所以你也要 把世界放下 把法界也放下 为什么 因为 法界看世界 世界就变法界 这个叫 华尔如是 你不要去执着正邪了啦 为什么 法界看世界 世界变法界 这个叫 华尔如是 不是你修行来的 任何人都一样 只是你见地不知而已 各位 这样子听得懂不懂 任何人看这个茶杯 不是都是影像吗 只是我们不知道 它是影像 这个是智慧的问题 哦 我们认为它很真实 那很真实 你不知道 它只是让你用而已 可是有一天 最心爱的茶杯 一丢掉 你就会烦恼 你就会去追究 各位 当时候梁武帝的西夫人 梁皇宝燊是这么来的 是因为梁武帝送他一个 一个杯子 那各位你去看 这杯子珍贵不珍贵 我跟你讲哦 珍贵不珍贵是你的认为 皇帝宿的 怎么会不珍贵 就是宿的很粗糙的也珍贵啊 所以他生病的时候 他一直告诉他的奴婢 这是皇帝宿的哦 千万不能打破哦 你打破的话 这个罪很重哦 各位跟我讲 你交代人家不打破哦 人家越怕越会打破 你知道吗 平常星球 结果就打破了啦 他就在气氛之下 没有兜修往生 所以他这个气氛 一直生着不晃 所以就出生一个大蟒蛇嘛 各位我们要往生的时候 各位所有的念头是 强者先牵哦 你念头哪一个最强 是由那一个牵着你走 各位人的思想是这样子哦 比如你也很恨一个人 你也很恨另外一个人 结果这个人是让你最恨的 你会把这两个让你恨的 你就会忘记了 你只会最恨那一个 滚 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 我很爱这个人 爱得不得了 出现一个我更爱的人 这个 你以前来爱的人 在同时当下 你就不爱 你就爱这个 各位人的执著 会只有一个啦 各位肉体也是一样哦 我这边很痛 嗯 这边更痛 我就忘了这边的痛 只知道这边的痛 看我怎么没有 给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心情不好 我失去了很多 各位有一天战争 在逃命的时候 那些失去了很多 都不多了 现在能逃命最多 各位你去看看 你为什么把全面忘记 这是人的本能 这是你执著的本能 执著分大小 最执著的那一个一出来 小执著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让我们不执著 什么方法 知道它是空性 知道它是假的 假的可以让我们用 可是不要执著它 这个太重要 修行的美感 跟法要在这个 你熟悉的千金万点 只要你心里面有一个结 那个结是你很难突破的结 比如说你有结癖 各位告诉你 你要往生很难 为什么 以后你要往生的时候 你如果标准那么高 在旁边的 你要往生的祝念者 万一 他穿来的衣服 还是他的味道 不符合你的要求 你哪能去希望啊 六主谈经要告诉我们 这个 正确 尽大确 为什么 你站在法界上 看所有世界 全部都是法界 既然世界都是法界 那法界的这一个 既然都是 法界这样的心 也放下了吗 如果你能这样子 菩提性 这菩提性 真心本性 往南的意思就是显现无疑了啦 修行就修这个而已 此宋是遁教 六主讲 真正的佛法是遁教门 也是大法轮 各位有时候翻译成也是大法传 都可以 那后面讲个句话做结束 误则刹那间 你懂得这个 刹那你就误了 你如果迷呢 迷今千百节 你轮回 永无出息 各位 这些经论 这些大祖师们 这些三知识 已经给我们这样交话了啦 各位 现在 各位已经知道 这样子的三知识 才称为叫正知见 并不是世间法的一些提倡 各位 你要听得懂我的意思喔 世间法的提倡 是善人善事 我们也是要赞叹 可是不是佛法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办法了生死啦 真的没有办法了生死 顶多是一些福报啦 各位了解吗 所以各位 你看 慧能大师 跟神秀大师 神秀大师讲的 身是菩提士 心是明镜台 时常情佛式 故事而成哀 我要问各位喔 神秀正的角度 是世界的角度 还是法界的角度 各里面讲 世界 所以身心真实嘛 身是真实的啊 它像菩提树啊 心也真实啊 像一个明镜台啊 菩提树跟明镜台 同一件事 都是圣物啦 时常情佛式 世界的东西要四上千佛式 不要让他惹成哀 那各位你看 慧能大师怎么讲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辉台 本来无一物 空信 哪有本来哪有什么物 站在法界 所的一切 都是影像而已啦 而这些影像 是让你来用而已 所以叫体相用 三则一一则三嘛 本来无一物 叫物无身 无所住 没有东西让你住 各位 不住跟无所住 是这阶段喔 不住还有住 为什么 还有东西让你住 当然你要住啊 各位 有人讲我不分别 你还有分别 不然你怎么会讲不分别 不分别 就是还有分别 而什么才是佛法 正知见的不分别 就是无所分别 没有东西让我分别 所以这个金刚经的那句话 太妙了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无所住 各位 六主 听到这句话 马上开悟 活心就是这一回事啊 没有东西让我住啊 所以叫做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所以六主是站在法界 这样子的知见要更稳定 然后保认住 不要怀疑 圆绝讲到最后是最后的话 最后为什么四位菩萨要再问 佛陀是要让末世众生更肯定来告诉我们 所以各位 第一句话就是要求正知见人 那正知见人 因为他已经知道所有的像都是影像的嘛 所以各位我要问你们 正知见人会不会走向 不会嘛 所以心不住向啊 他心就不住向啊 那不住向 而且也不能走着声闻圆绝境界 可这句话很难 不走声闻圆绝境界 到底佛陀讲什么华语 各位佛陀在很多大称了一经的经典里面 时常提到的声闻称 声闻 声闻 其实也是佛在讲阿含里面 以哈阿含为架构 然后修成的圣果 所以声闻圆绝也是圣果 各位如果站在金刚间的角度里面 他已经破了誓 可是还没有破了字 以佛陀的标准 阿含他只是一个见赐的赐地 他是圣人喔 可是佛陀要的标准是直接提高回归到佛乘 所以在大称了一经里面 在磁场有这番话 比如像嫩言经的一段话 他说 佛陀讲这句话 他的用意 语句那么重 他的用意是什么 无得疲 爱 妙 菩提门 各位从圆绝经也告诉我们 不能走声闻文觉的境界 各位这个才是善知事喔 是佛陀从圆绝经里面 各位提示我们 我们要造这个善知事 儒等声闻 狭烈無事 他这么讲 可当然这个有贬意 就是他狭烈 他心中还狭烈 无事 无事就是还没有达到字 他还迷着字 不能通达清净思想 清净思想就是我们的本心 那个为什么声闻 还没有办法达到本心 我们看后面 所以佛陀说 我今天悔怒 我今天告诉你阿难啊 各位 我今天告诉你 常善思维 你要思维 有一个叫无得疲 戴 妙菩提门 各位 什么叫无得疲戴 只有本心无得疲敗 你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 世间的东西都会疲戴 为什么 因为他有声就有魅 他绝对是有开始就有结束 只有一种东西 无声无媚 无始无终 无智亦无德 就是我们的本心 你从本心出发 回归本心 你本有的 他二次小时跟你在一起 那是你的本心 那是你的本柱 那是你的本能 你怎么会疲戴呢 各位这种没有疲戴者 才是真正的妙菩提门 谁叫妙菩提门 菩提就是心 才是心门 才是真正的法门 那个声闻言诀 为什么没有办法 达到清净实相 无得疲戴妙菩提门 妙菩提门 他已经进入到无能无手 无能无手 没有一个能 没有一个手 才是妙菩提门 你才没有疲戴啊 如果你有能有手 我能做什么 我要手得到什么 你一定会疲戴 所以各位 你要知道 声闻言诀的修法 他不是从无相 空无相 无作修的 他是从 有的身心来修 各位这一点你一定要 听懂我的话 不然你们的声闻言诀 跟这个菩萨圣 各位你们搞乱 人家修得那么好 对很好 我们都赞叹 他是阿罗汉 他已经了生死了 可是了生死 他还偏真虐盘 他在四圣地 还没有办法到一生法界 那为什么法华君也好 那各位 愣言经也好 做个经典 包括金刚经也好 很多经典 大圣 聊一心 都在讲这番话 一定有佛陀的用意啦 那各位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最直接的法门 路本心的法门 为什么 佛陀竟然讲了 为什么不学 而且学这个法门 我告诉各位 最没有皮带 最轻松 各位 不管你跟我多久了啦 各位 其实我们也不常见面啦 可是你知道听经 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皮带 不会啊 不会皮带啊 那你说 喔我听那两个小小好皮带 那是你的事 因为你没有地听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也不是佛的事 各位 真正路本心的经 越听越弃心 越听越轻松 有些人还掉眼泪 啊 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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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佛法不会让你负担啊 可是当你从有来修的话 你要修到无 各位你看要多负担 身文圆绝的修法 就是认为身体是真实的 因为有身体就会苦嘛 我要修到他无苦 好你竟然要这样子 佛陀是按照众生的根器给他法门喔 各位你要知道佛陀是这样的教法 为什么 根器还不合 跟他讲空性 他听不懂啦 没关系先讲这个 既然来跟我学的第一批 这些比丘们 你们已经拜我为师父了 已经拿剃度为比丘了 不管你出家在家 你一直认为人生很苦 可当然每个人都敢受啦 好你要修到无苦 佛陀告诉你 是苦极 是集合了很多烦恼产生苦 所以要修到 来灭这个苦 达到极灭的境界 所以叫苦极灭道 所以苦极灭道 这种修法的出发点 是从有而修 到这边听得懂不懂啊 接下来佛陀告诉原觉说 无明 有一样东西叫无明 这一样无明 是我们流转生死的第一个要义 因为你无明嘛 一直在无明嘛 成为异数嘛 成为异数以后 有个鹿母胎 比如说鹿母胎 就变成鸣舍了嘛 鹿母胎一定会产生鸣舍 就是胃有那种行出来啦 鸣舍以后有六鹿 就是眼耳鼻子的生意 六根要长成了啦 以后投胎出来以后 心接触外面 所以才有处受爱取有 既然有这个有 你就还有生 接下来就死嘛 生死不断的就在十二个轮回里面 所以叫十二因缘嘛 所以十二因缘里面 是以什么为出发点 有这个心喔 有攀缘心的无明做出发点喔 可是大乘经典 请各位仔细听喔 佛陀讲身心患过 身心失失了假 它本来就像空花 心是六成圆影 心是圆影而已啊 他叫做第二月佛陀对文殊菩萨讲的嘛 身心既然是空 你只要见地之道 就好了 你还有一个身让你修 一个心让你修呢 所以身闻言诀是从有而修 佛陀现在要让身闻言诀 进入到空性 本无身 各位这个才是言诀经 金刚经 嫩言经 妙法人化经 华言经 各位讲的都是疗义经喔 各位 真正的要义的经典啊 六祖坛经 最直接 最明白跟你讲的 唯谋结经 也是啊 所以奴等身闻 狭略无事 因为你不知道 本无 本无叫做真如 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 各位方向一错误 修行的方向就错误了 各位你要听喔 所以勇家老师讲一句话 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可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心经 他就明白跟你讲嘛 无苦局媚道 无无名 亦无无名 亦无无名进 无名 也本没有 你没有无名 你媚什么无名 所以无无名 亦无无名进 可这样听懂嘛 老乃之无老属 亦无老属 亦无老属 身本没有 哪有一个属 死 老 死 本没有 你要媚什么属 这个叫 物无神 如果还在 有这方面修 瑕士无类 不能通达 不能通达 所以真正的本心 清净实相 就是言诀自信 你就不知道 所以今天来告诉你喔 你要思维喔 所以个禅 叫思维修 你要思维喔 你见地要改变喔 其实有一个 无德疲惫妙菩提门 就是我们的本心 各位 很多人就想说 僧文延节 因为他度量比较小 他那不做度化众生的事 那菩萨的度量大 度化众生的事 所以分小圣跟大圣 各位 不是这样的分配啦 其实进入僧文圣 每一个人都想度众生啦 不是这样子啦 是他的心量 他的心态 一个是从世界的角度去修持 一个角度是从化界看世界 是这样子而已 今天我开头第一句话 善解生化 就是三个 称为叫三门 空 无相 无作 这个道理 各位讲到这边 我要问各位 正知见 是善知识的标准 我们要找这种人啦 你一定可以得阿牛 得了善酸不提 他其中还有个细节 他是步着生文圆解境界喔 他是决然的进入空性化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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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文圆解是苦行 你们看到哇 很多事修得非常的好 可是各位 没有入化界心 不算喔 后面很重要的话囉 好 虽限尘劳心很清静 他虽然还在尘劳之中 为什么 他也是人啊 各位佛陀要我们 依靠的是人喔 不是灵喔 为什么 因为灵 有时候通灵 从人讲出来 可不一定是那灵讲的话喔 即使是灵讲的话 灵还没有到达真正的清静实相 可他还是在世间界喔 世间界喔 虽然他已经不是我们人类的四大甲儿 他是另外一个灵界的四大甲儿 当然从灵界来看世界 世界有很多未来发生的事 以前发生的事 他会比我们知道 因为他看的角度高嘛 就我好像 我从五楼看下去 可这个人从这边走过去 我一定知道 因为他往这方向 一定往这边走 为什么 因为我看的角度高嘛 可是你看他的角度 同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往那边 就一样的道理啊 这个跟见到不见到无关 因为进入到灵界 因为他有那一种本能 各位知道吗 那各位我告诉你 人死当鬼就有了啦 鬼就有鬼通了啦 你会说 我鬼怎么那么厉害 各位 鬼很厉害 你愿意做鬼吗 那只是当个本能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说 鸟很厉害 你要做鸟嗎 不要 因为他还有痛苦 各位鸟痛苦很痛苦 你看他每一天 睡觉 可不敢好好睡 因为他怕更大的动物 会把他吃掉嘛 会把他这个侵害嘛 所以你看他天天紧张 可他会飞啊 我们不会啊 你不能陷入他会飞 你要当鸟啊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要正知见啦 既然善知识也是有四大假的肉体 所以他一定陷在成老 所以善知识一定要吃饭 善知识也要睡觉 善知识跟我们日常生活是一样的 可是你看的不是这样子 可是重点是他心很亲近 他其他跟你一样心很亲近喔 有时候他们是有诸过 各位 孔子讲的道理 很多讲人生的 孔子讲说 其次圣贤谁能无果 所以各位你看善知识 是看他的心有用入法界 不是看他的入常生活 善知识还会打嗝 那天我跟着他才会放屁咧 各位 啊不然你要讲他怎么样咧 他住在那边还会打嗑睡 就老了你叫人家打嗑睡 我一看他就看医生咧 不然你要叫他那咧 各位不要把善知识神格 最重要的佛神告诉你 告诉我们什么 重点是要看他有没有入光明的实信 有没有正知见 那才是重点啦 所以 事有诸过 可是 对三知识而言 他能赞叹还行 还行叫亲近行 亲近行就是心喔 就是心喔 那个不令众生 入不利 各位 他会让众生 入本心 现在所讲的律仪的律 律就是戒 律戒一样啦 经典写不同 各位佛陀要虐盘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句话 以戒为书 各位注意 戒无戒相 这个戒 佛陀讲的戒 不是世间戒 世间戒 所规矩 当然固然要 可是 各位各位 你要知道 从世间的角度里面 各个不同的 匡署民情 有不同的戒 各位 不要说 各个不同的民情 比如以台湾而言 你入不同的道场 有不同道场的规矩 各位我现在讲你们听得懂吗 一定懂嘛 各位有些道场你进去就要偷鞋 修美仙丑残怨 要偷鞋 有些就不用 那你说哪一个守戒 这个 鸡毛 鸡毛 蒜皮的事 各位 你听得懂 因为你偷鞋人家好整理 当然你不偷鞋 有些道场也可以啦 我讲十几年前 万活成 金山寺 只要看到上人 没有一个人不下跪的 各位 不管是出家在家 大家都知道 那种律与为常的一致 律跟戒 各地不一样 我讲的是细节 有些地方 出家人 可以吃分 因为他是 做人家供养的嘛 他不挑食 有些人一定要 有些人要吃素 像我们汉传佛教吃素 可是汉传佛教吃素 也是梁武帝以后才吃素 然到梁武帝以前 有吃分的高僧 他不是高僧嗎 各位这道理你要清楚喔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藏传佛教不吃素 可是听说 达赖喇嘛到印度以后 他有讲说 大乘经典有讲说 食路 食落 断大悲重 所以他也提倡 藏传佛教要吃素 为什么 因为藏传佛教很多高僧 他已经离开西藏本地到印度到世界各地了 现在世界各地吃素的人很多 出事吃素的地方更多 像台湾 太方便了啊 可是以前在藏地要吃素很困难 这个我们要清楚嘛 所以各位这些戒各些律 各位各有他的标准 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喔 那我你入那个门 就遵守这个门 可是佛陀所讲的 以戒为师的戒 是心戒 以什么为师 以施罗是意为师 各位这个太重 施罗就是戒律 戒律 各位施罗是戒 世界是同一个戒 什么叫施罗是戒 清凉 清凉就是我们的本心 不着相叫清凉 再来 安静 再来 安稳 安稳跟安静 清凉同间是我们的本心 只有一点最重要 极媚 什么叫极媚 你要有见地 什么见地 本不生哪来媚 就是物无生啊 我们的本心本来就是无生 这个才是真正的心戒 佛陀所以这个为师 各位你看佛陀讲的话 涅槃讲什么 以神为师 你的心戒为师 各位现在大家都以为 以世间相的相戒为师 当然它是一个规矩 它是一个标准 也对啦 可是各位不是执着在这个喔 所以很多人吃素 看到不吃素的人 会鄙视喔 你看 还不吃素 还学佛 各位你要懂啊 当然吃素是美德 我也提倡嘛 各位 因为我好像跟你说过 你也知道 我从小生出来 我就不敢吃肉啊 所以当然我是吃 我是一个vegetarian 我是吃素者啊 可是各位 我觉得 入本心 才是中重的接力 所以有人问我说 以前我叫陈老师嘛 陈老师 你为什么吃素 就说上辈子不是投胎 马就是牛啊 马牛吃素最严谨 可能那习性 那我现在来投胎 一生出来就不敢吃肉啊 也说不定啊 可是各位 入本心才是真手戒喔 现在要讲的 是在讲这个 各位 一个善知识 他虽然有时候 事有诸过 因为那是世间的事 可是 他一定赞叹喚醒 什么叫赞叹喚醒 一定赞叹清静心 那一定不令众生路不律于 所以叫路不律于 他一定让众生教导的 一定回归 心的清凉 安静 安稳 即昧 心的清凉 安静 安稳即昧 是本临静 本清凉 本安静 本安稳 本即昧 就是我们的本心啊 所以换句话说 佛陀标准的善知识是什么 一定路本心的人 正知见路本心 路本心 怎么会走向 因为反正走向都是虚幻嘛 一定不走声闻言觉 为什么 声闻言觉 自从有而修嘛 那正知见的人 是进入空性 进入本心的空嘛 虽然他现成老 因为他就世界里面叫成老嘛 可是 路本心的善知识 一定心很清净 然后 虽然世间的一切一定有诸过啦 没有人没有过啦 可是 他赞叹还心 路本心 才叫还心 清净心 然后 不令众生 路不利 各位 这个叫善知识的标准 各位 现在佛陀把他讲得很清楚了 我刚才 印两部经典 痰经 跟华俱经 是来作为解释而已 各位 到这边的这一段 这一段呢 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呢 各位到这边 各位 听得懂不懂啊 各位 感恩 各位去思维 为什么 因为只有路本心 各位 才能得阿鸟得罗三妙三菩提 所以他说 你求这一种人 你跟这一种人学习 虽然现在是末华 各位 你一定成就阿鸟得罗三妙三菩提 佛更文保证 所以才会有一句话 人生难得佛法难文 善知事最难易 佛陀就是善知事 十二菩萨都是善知事 诸佛菩萨都是善知事 好 向我们看下一页 末世众生 见如是人 应当供养不习生命 彼善知事 似微宜中 常献清静 乃至视线种种过患 心无骄慢 旷富团财 妻子眷属 若善难止 与彼善有 不起恶念 即能究竟成就正觉 心花发明照十方差 好 现在 我们再来看底下的重点 就是 我们现在对善知事 我们已经知道 什么叫善知事 那对善知事 我们要用什么态度 那个 才能够让我们也能回归自信 而得阿鸟得罗善妙上菩提 他说末世众生就是我们 见如是人 末世众生如果看到善的善知事 应当供养不许生命 各位 这是佛陀特别的交代 所以各位在大乘 释法经里面 各位这部经当然很少人看 可是各位四部经里面 有很多华译 在这部经里面呈现出来 叫大乘释法经 这部经的欢译者叫十叉兰头 十叉兰头是谁呢 就是欢译华元经的这一位大欢译家 他是一个策务者 各位在大乘释法经里面有一段话 这段话各位听着 他说 朱比丘们 就是他告诉这些出家人 他现在从出家角度 朱比丘人 尽恒河沙节 就是尽所有一切的一切 一切的时间空间 尽所有恒河沙节 即使恒欲上命之因缘 就是你碰到了 这个因缘会让你上命 即使你碰到这样的因缘 也不能舍离善之事 各位 这句话 来应元绝经的这段话 各位 这些修行人 你已经碰到了善之事 虽然你今天 已经实现了一个上命的因缘 你快要绝住你的生命 即使到这么严重 你也不能舍离善之事 为什么 因为善之事呢 可他能带你回归阿鸟 德罗三鸟 善布提 那么在大制度论 六里面 大制度论 我告诉所有的众生 他说彼师 这个彼师 就是善之事 能与 光明智慧 就是善之事 他是可以给你光明智慧 而你的确也看到他的光明智慧 你有受益 你就不计 不计 你就不能计较 这位善之事之过 不计与过 不计这位善之事其过 他其实这个善之事 有什么的过失 你都不能计较 也不能看他 为什么 因为他给你光明智慧 各位 这是佛陀特别教的 在大制度论里面讲的 因为善之事 他在城牢之中 他一定会 宿有之过 可是你看的不是他这个 看的是他已经给你智慧 然后前面又讲说 其实 你的生命 要丧失的这个因缘 你也不能 舍离善之事 各位 他已经讲得这么样的清楚 在密宗里面 对善之事 他才是真正的尊敬跟言格 各位 你要知道 各位 不是只有 只有中国仗者 西藏更是 各位不要忘记 密勒日巴尊者 为了要见马尔巴 他要求求的是什么 是光明智慧的本心 那光明智慧的本心 称为叫大手印 手印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叫手心 手心 大手印 就是我们的心印 就是我们的本心 各位 不要把它当作 它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 那各位 如果在宏教的话 林马尔巴 称为叫大圆满 大圆满跟大手印 所以方法有点不同 最后回归都一样 都是回本心 那各位 这一位呢 密勒日巴 为了求大手印 马尔巴 没有教他什么法 叫他盖黄子 这个传记 你都知道吗 盖了黄子 他就把黄子拆掉 盖完以后 又把它拆掉 又把它拆掉 可连续盖了好几次 最后 如果不是马尔巴的太太 就是拿密勒日巴的师母 替密勒日巴求情的话 马尔巴认为还不够 还要再折 还要再磨 磨他的心性 可是 密勒日巴 已经不容易了 各位 为什么不容易 可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为了求正法 什么都可以牺牲 可最后 马尔巴 教他大手印 请各位知道 物则插那间 这是根据的问题 因为马尔巴 知道密勒日巴 是这种 法器 各位 这个一个上司 各位要说地址 要先看他的法器 不能随便说 我是密勒日巴的话 马尔巴会传大手印给你 你我也会不齐一切得到大手印 可是各位 我跟你讲 不用 现在你已经得到大手印 什么叫大手印 佛陀的圆绝本性叫大手印 可是 各位 你为什么不用像马尔巴 这样子 去找这样的上司 为什么 各位 你不要忘记金刚经那句话 此人不是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种出善根 在无量诸佛所种出善根 可是实际上 看各位 珍惜不珍惜 密勒日巴为什么珍惜 因为他有信心 盖了那么多房子被人家毁掉 有时候你很容易得到 你的信心会不足喔 龙树菩萨 他翻译了一部经 他写了一个论 叫集经论 他引用法韵经 法韵经 他讲说 一个具有本心的具足上司 一个菩萨 这个上司已经回归本心了 虽然 他在一个马车里面享有五欲之乐 各位你看喔 这是法韵经里面他引这一段 各位这位菩萨他已经入本心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善知识了 他虽然在马车里面享有五欲之乐 这样被享乐就对了啦 而这个马车已经无马可拉 诸佛菩萨也愿意把他的头 当作马来替这位菩萨拉扯 各位你看 有没有感动 诸佛如来为了让这位善知识存在 善知识可以帮助众生回归本性 他都愿意用他的头来当作马来拉 这一位陷在尘老里面的菩萨帮他拉扯 荣树菩萨讲的话 所以荣树菩萨在极法经里面就写说 诸佛如来都愿意这么做了 你环乎众生碰到善知识 各位 你还怎么样对待呢 这个是荣树菩萨在讲的 所以荣树菩萨的老师爸马明菩萨 他就写了一个叫四诗 供养老师五十诵 各位跟你讲喔 这个以后不管是显还是密教 因为这是马明菩萨做的 都是以四诗五十诵 各位来歌颂 然后来了解其意 各位这个在中国影响很大 在西藏影响更大 各位你要知道喔 他里面大致上提到 他说 一个真正的巨族上司 具有德性的巨族上司 可当然就是像袁绝君讲 他一定要路本心 这才是标准 然后他要找的学生 他一定要知道 他有这种法器 才可以把大手印大圆满 最好的话传给他 然后他又说 如果你这个是学生 看到老师 是一个巨族的上司 当你供养他的时候 你就毫不能够有一切的计较 甚至 刚才说讲 不能看老师之过 你不习生命 你一定要一直供养 然后他就讲说 如果你轻慢老师的话 可后面是结论 他说呢 所界之神 就是过路之神 过路之神是什么呢 如果在佛式的话 叫齐兰菩萨 齐兰 齐兰 齐兰就中美管这个了 尾头是管法 你有没有着相 尾头管的 你有没有持戒 守戒 受戒 这个是观公 齐兰管的 他說齐兰菩萨 会给你二病 然后会带你入三二道 四诗五诗宋里面 讲得很清楚 马民菩萨做的 那龙树菩萨做的 集经论 各位他又讲 对一个巨族上司 各位要怎么样的对待 所以他就说 莫是众生 见如是人 当因供养不许生命 再来 比善之士 四位仪中 常献清静 四位仪就是 行住坐卧 常献清静 那各位这个清静 是什么清静 各位知道吗 行住坐卧 当然向上的清静 最重要的是 斯罗斯裔的清静 他就恒常不住相 不住相 才叫清静 乃至 他会视线种种过患 各位 你要知道 善之士 只要在尘劳之中 视线人道 一定没有过患 各位你不要怀疑 可是 他虽有过患 心无焦慢 矿物 博 博才七子眷属 我跟你讲 这边有双重华裔 善之士 虽然视线种种过患 可是他的心 没有焦慢 佛陀要告诫 你是要求善之士的人 你心 也不能存有焦慢 你不能看到 善之士有过患 你开始有焦慢 你看 他做不到我做得到 我比他亲近 他所体会的知见 我现在比他强 各位 很多弟子到最后 都认为他比老师强 所以就开始起了焦慢 各位 现在佛陀会讲说 此人终不能成就 所以佛陀现在的经典 是双面讲 善之士 心无焦慢 虽然他视线种种的过患 可是他心无焦慢 可是对于善之士 因为佛陀告诉我们 你要入言诀 没有善之士不行吗 你也不能有焦慢 各位 我跟你讲 弟子跟老师 时常弟子会有焦慢 这真的 各位 现在要何况 这位善之士 他还会赚钱 一边来载家人 不然你要跟他做要怎么办 你不能看人家 还有资生之业 还在做生意 你就看不起他 你要看的是他的心性光明 跟他学这个 不是看他的外面的仪表 可是他真正是一个善之士 他一定不着想 一定刚才的那个标准 而心也没有焦慢 好 若善男子 与彼善有 不起恶念 各位 他现在要做决定 今天普觉菩萨来问 要如何回归自信 要找何人 修何法 行何行 除事 除什么病 第一个 找到这个人 就是修这个法 就是修这个行 所以可以这个人为主 而这个人 为什么这个法 为什么这个行 因为这个人 乘头了佛头的法脉 所以最后 依法是不依人 所以你不能看这个人 怎么样 看这个法怎么样 好 如果 善男子 对比善友 善友就是善之士 就我们的老师了 老师如朋友 私友嘛 不起恶念 你也不看他的过 你也不会起了焦慢的心 他说 佛头保证 这位善之士 能够带你如佛头 入火的本心虐盘 即能就近成就正觉 他说百分之百 佛头根本过保证 只要你善之士找对 你绝对可以就近成就正觉 新华开花明 造十方岔 各位后面是新农 你的新花 新花就我们的新 各位 就会普照圆绝一切 造十方岔 十方岔 就是十方国土 因为十方国土 无不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心尽则 国土尽 各位这句话 各位有关于这一段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我们学佛人的一个勘证 各位 因为我从小十四岁 就在古叉 在一个弥陀寺里面 我不是在修行 因为在那边读书 那个跟出家人一起生活了好几年 那以后我经过了教界 我也学过了密教啊 我学密教的第一个老师 叫致敏慧华上师 他是原觉宗的 他是从诺纳上师 华藏上师来的 而我的那两位上师 致敏慧华上师 已经往生了 以后进入到藏传佛教 那个中间 当然最早跟着广青老上 可是广青老上 没有教我什么话 只教我念阿弥陀佛 我最早接触的经是华炎经 就是一部大经 我的老师是台大的哲学经教授 叫做杨正和 他是荒东美的敌传 他教我们华炎 可是各位 因为华炎太短幻 可是他是用学术的论典来教 所以我跟各位讲 明像我背了一些 可是真正的华裔 我不忌辱 那时候是四十几年前的事 一直碰到广青老上的时候 他一直叫我念弥陀 可是弥陀是什么 说实在的 我只知道念 我知道弥陀有无量的功德 可是自信弥陀 可我还没有那么清楚 真正启发我的事 看了金刚经跟六祖弹进以后 有所起悟 再来回来看华炎经 可才能够归起一二 知道他的美 知道他的究竟是什么 可我的过程是这样子 所以我学过蜜 到以后我出家 不会是 我们是一个谈蜜的道场 那是另外一回事 各位这个谈蜜 有他书胜 这个我清楚 可是再怎么书胜 不离圆绝这一部金 它是所有金的金要 金刚 华炎 华华 一星三观等 全部的子观都在圆绝里面 就是圆绝三华嘛 那个维摸金的这一部金 很多人不敢看 因为它太直接 在这个地方 我要引静明金维摸金 来跟各位 做这一段经文的引述 所以请各位要仔细听 这段经文的引述 各位我先讲 所有祖师大的成就者 各位这样 像这一位勇家大师 玄爵大师 勇家大师 他是因为两部金 而大侧大户的 碰到六组织做印证而已 他是拿两部金 妙华人华金 跟维摸金 六组谈金 也时常提到的禁明金 这是维摸结金 那个维摸结金有一段话 这段话这么讲 他说菩萨 通达 行于 灰道 而通达 佛道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灰道 什么叫做佛道 那各位 在这边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灰道是什么 就是刚才经典所讲的 菩萨四线种种过患 各位 我们看他好像行李灰道 可是他通达佛道 里面他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好 各位听着喔 菩萨四线病死 因为菩萨入了城牢 各位 他是四大假合的东西 他会病啊 也会死啊 可是 菩萨 断其病根 不畏死病 各位 这是经文呈现 可是各位 因为我的记忆喔 没有办法完全不合经文 意思是这样子 各位 一个菩萨四线城牢 就世间的人都一样的城牢 那个他在病死的时候 说不定他会痛 也会哀嚎 那个也会有死亡的现状 所以各位 你看一个菩萨 他是不是菩萨 不是看他要死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很安静 各位有些人 他死的时候 各位刚好躺着 隔天起来 难道他是菩萨吗 不见得 各位你要知道 不是看这个的喔 可是 他断其病根 他虽然四线病死 可断其病根 什么叫断其病根 因为他是菩萨 他通达佛道 他四线病死 行仪非道 他了解到 病根死是空 病根死干扰不了我 所以断其病根 不畏死病 不畏 他还是死病喔 可不畏死病 这才是菩萨 这为母亲要讲得啦 再来 事有之身 他横观无常喔 十无所谈 各位 我现在会举几个例子 让各位听 各位感觉喔 一个菩萨 既然他在家菩萨 大家知道 他现有之身 他还在做生意 之身就是做一个生意 来维持他的生活啦 可是 他知道 一切的财物 都是无常 他横观无常啊 所以他虽然在做之身的事 可是 他实无所谈 各位 事有之身 这个是心理灰道 所谓世间法的 如果从这个佛 佛我来看到 我们认为这个叫灰道 可是 他通达佛道 大菩萨 真正大菩萨 再举个例子 他都会说 这位菩萨也有妻子 财女 长远离 远离 五玉于你 这位菩萨也有妻子喔 什么叫财女呢 就是他的侍者 他的一些女的侍者 个维摩居士就这样实现啦 维摩居士是有妻子啊 也有財女 可是長遠離五孕淤泥 各位 再來看一個 菩薩行禮回到通達佛道 為什麼 因為他入空信 再舉一個例子 看很多例子 菩薩室有 室有什麼呢 有納頓 他有納頓 可是他成就變財 種詞無私 他是有納頓 納 木納 他平常不在講話喔 可是你看他呆呆的喔 他好像世間法什麼都不太懂喔 然後拿余頓喔 余頓 納頓喔 可是各位 我跟你講 他成就變財 他平常納頓 可是當他該講的時候變財無愛 然後後面才是重點 後面才是這邊的重點 種詞無私 什麼叫種詞 種詞叫做陀羅尼門 陀羅尼就是總規矩 不私本心 本心叫陀羅尼門 他就是回歸自信本心 所以他通達佛道 你看到這一個人讓我們成就的善知識 他是處在灰道之中喔 他有妻子 有才女 他還是在做生意 你看他平常有一點納頓 你看他有病也會死 可是後面的這些全部通達佛道 因為全部都是政治見 全部都是自信本心的現現 所以呢 維摩金面講說 你不要看他的病死 你不要看他的資深 你不要看他的妻子裁你 不要看他的納頓 他能夠給你成就阿鳥得羅三秒三菩提的 使他通達佛道 要回歸本心就是這個重點 各位這個是呢 元絕經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文字來 可可見佛陀對於求善知識 以及你對善知識 要回歸元絕自信的標準 以及佛陀要警告我們的 就是這麼樣的明確 各位這個是我們師長患的錯誤 末世眾生見盧世人應該供養不惜生命 這段話我引經文喔 比善知識是位於中長線親近 乃是視線種種過患 這些善知識 視線種種過患喔 可是 雖然他視線種過患 你看這位善知識 他心無焦慢 那個這個還另外一個重點 除了善知識心無焦慢以外 我們對於善知識 他視線種種過患 你也不能有焦慢 你有焦慢 你就把你的自信功德 就把它掩蓋了 曠善知識 博財 可他自己 有資深 還在賺錢做生意 妻子眷屬 就是維摩君講的妻子才女 若善知識 與比善有 不起惡念 你看到他這樣子 好像是行李飛到 可是 你不起惡念 因為你要的不是他的這樣子 不起惡念 那個你才能夠 究竟 才能究竟成就正確 因為你起了惡念 他又 蓋住你的本心 而這個善知識 是要 把你找為本心的 你自己 卻把自己的本心 攔招 好 所以 你如果能夠 真的能這樣 心 花 花明 照死方差 換句話說 你必盡成果啦 好 再下一頁 善男子 比善知識 所證妙法 因離似病 雲合似病 一者作病 若父友人 若如是言 我於本心 作種種形欲求原訣 比原訣性 非作得故 說明未病 普覺菩薩一問 他問了四問 第一個 要求何人 第二個 要什麼花 何等花 第三個 行何等行 這三個 答案都出來了 你要行什麼行 你要行什麼花 重點在善知識 善知識的標準在哪裡 只有一個 知見 正知見 如本心的這一位 如果他是入本心的話 他一定會回歸你 讓你回歸本心 我都說你不要懷疑 可是 善知識 他那視線聳種的過患 以及在 勞成 執勞之中 你不能起焦慢 你甚至碰到善知識 獻出生命 你也是要付辭 那如果你起了焦慢 甚至有惡念的話 你就不能回歸本心 各位 所以 已經和人 已經跟我們講到 何行何法 什麼行什麼法 入法界行 才是儒法行 各位 記得這一點 什麼法什麼行 如法行 入法界 才是儒法行 世界的一切 都不能稱為善知識 所以各位 當我們了解到這個 現在 普洁菩薩又問 佛陀 你告訴 進諸夜障菩薩講 我們要去掉四項 那現在 我們修行的時候 眾生在修行 師長患了什麼病 佛陀說 患了四種病 這太經典了 所以各位 圓絕經的四項四病 就是從這邊出來的 各位一般 我們學了圓絕經以後 時常聽到人家修行的過程 朗朗上口 有圓絕三話 有金剛上的三問 有進諸夜菩薩的四項 以及普洁菩薩的四病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重點 先要講四病 第一病 各位聽著 以你們的智慧 你聽了圓絕到這邊 這個容易懂 可是各位 這個容易懂 又容易患 第一個 第一個 病 就是 作病 各位 什麼叫做作病 各位來看 比善之士所正妙法 各位注意喔 這位善之士一定正這個妙 換句話說 善之士一定沒有這四病 所以他教你的一定會教你把這四病去掉 所以他叫善之士 因為他具有這樣子的一個功德了 他說 比善之士所正妙法 因禮是病 銀河是病 一個叫作病 什麼叫作病 各位 看內容喔 很重要喔 若物有人做盧氏原 如果有人他這麼想 我與本心做種種行欲求圓絕 比圓絕性揮作得固 這個叫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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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從頭到後 佛一直告訴我們 包括告訴金剛杖 各位主持聽喔 金剛杖問佛陀的第一句話 眾生本起無名 為什麼能稱我 佛陀講 你非正問 為什麼 眾生本起無名 是我方便說 眾生本來成佛 本來就沒有無名 才是究竟說 眾生本成佛 眾生本無助 眾生本有的原覺之性 本來就有 你今天有一個病 是我要修什麼法 我要做什麼行 來完成我的原覺自性 這個稱為叫作病 各位 你聽喔 修行者 第一個 最常犯的就是作病 我要修行 我要證什麼 各位 原覺自性 無修無證 是勇家大師鄭道哥的第一句話 舉學無為賢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 無名實性是佛性 幻化空生是法生 化生絕了無一物 本原自性 天生佛 什麼叫本原自性 天生佛 本來你的來源 你的自性 就是天真佛 就是那一個原原本本 無垢無盡 不增不減 不生不滅的真心本性 不是你做來的 也不是你修來的 它是本來如是 也不是你正來的 因為你本來就正 各位 你還有一個我要修 我要去把它找出來 各位 我要修正 讓它成活 這個就是得了作病 第一個病 各位 這邊 讓你做體悟的喔 這太重要囉 各位 如果這個懂的話 鼓掌一下 第一個病 各位 現在跟你講喔 很多修行人 第一個病就患了 第一個是最常患 百分之九十來 我要修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要修什麼話 我要來做什麼話 我要來什麼才能什麼 各位 因為圓絕經的破事項到破事念的事件的後面細的那一個 人你想有所正有所悟 就四個字了 有所了有所絕 你還迷著四字 迷著四項的四念 叫做四字 你是智 你是聖人 沒有錯 你還迷著四字 你不知道他是本有的 所以各位 為什麼我們一直要講法界觀 一直要講法界 各位 法言經最重要的杜順菩薩 法言出主 就講法界觀 法界觀一直 所有的法言主師 都是以法界觀為的中心 到三祖的時候 講的萬禁還原觀 萬禁還原回歸自信 他本來就天真活嗎 不需要做什麼 所以各位 當我們知道這個的時候 很多眾生患了作病 現在佛陀就告訴我們第一個病了 各位到這邊沒有問題喔 好 現在來看第二個病是什麼 各位來看 好 各位 第二個病 是四病裡面 很難了解的第一個病 叫做任病 各位什麼叫任病 各位知道嗎 各位聽著 前面講的話 當然 都是真理 都是佛講的話 各位 若惡有人 做盧氏妍 這個主席聽說 我等經者不斷生死 不求涅槃 這個都對 各位有一句話 生死涅槃緩無著夢 各位有沒有記得前面的元傑已經講的 生死涅槃都假的啊 緩魂著夢啊 就像做夢一樣啊 所以我不求不斷生死喔 我也不求涅槃喔 對喔 聽著很有道理喔 涅槃生死無其無媚喔 這都是經典的話 任比一切絕諸法性 問題來了 重點就是任 所以你如果任比一切絕諸法性 欲求圓絕 比圓絕性非任有故 什麼意思 各位 我現在要講 你們要仔細聽 圓絕自信不是做出來的 它本來就有的 可是本來就有的東西 我任它本來就有 任意而有 這個非圓絕性 所以佛陀了之如此 所以佛陀叫我們 圓絕三法 仔細聽喔 圓絕三法 有一個法 叫奢摩他 什麼叫奢摩他 奢摩他 就是以患取患 當你以患取患 你起一個患 來剋除你的執著的患 你的圓絕自信才能產生喔 所以圓絕自信雖然本有 可是 不是任他有而生 他雖然是有 可是你要虛而得 這個虛而得 用說話 不是隨他而走 隨他而走 反而你會隨著習性而走 你不知道 因為你我們現在的程度 還沒有辦法 是見到 言訣自信嗎 是見到習性嗎 可是你說習性 你說啦 言訣自信 任他而有 有時候你要誤解 是任你的習性而有 所以這個稱為叫任病 所以要不要修行 不用 可是要不要修行 要 這個佛法就這麼奇妙啊 如果圓絕自信本就有之 那佛頭講華眼的第一句話 所有眾生都具有如來之味都像就好了嘛 本來就具有如來之味都像 可是第二句話會講 是因為被妄想執著 遮蔽而不能證得 被妄想執著 遮蔽而不能證得 所以佛頭教我們的方法 以患取患 與患修患 這稱為叫奢摩他 所以言訣自信不是任他而有 而是要修得而有 那個修要有方法 以患來修患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一直認為圓絕自信 他是要做才有 這也是錯 可是認知才有 認知就有 也錯 因為有時候你的認病 會認則習性再走啦 所以還是要方法 所以要聽經啊 還要聞華 聞善知識跟我們講的華 不然的話 有時候會患了認病 那各位患了認病的人 有些在禪宗裡面 稱他叫做狂會 喬傲得不得了 各位他不知道 他還不到啦 各位這個你要清楚啦 所以各位喔 眾生患了事病 第一個什麼病 做病 第二個什麼病 認病 各位這個懂得什麼叫認病喔 所以各位有一句話 我勸各位 你們聽著 這個我講過 可是你們再聽一次 若無知 若無知 這個很重要的話 你們要去講 七 曾上慢 為 以君佛 什麼意思 很容易了解 各位 你如果沒有入信位 你如果不信的話 各位 因為你不知道佛陀給我們的教會 原覺自信本來具足 你不知道的話 各位 你們高推聖進 什麼高推聖 把聖進 原覺自信看得太高了 你們會說 這個不是我能做得到的 可是這樣也不對 所以佛陀要給我們知道實相 你本自具足 所以 這個不是高推正進 你本來就達到這個水平 你本來就是佛 可是各位 你如果不信的話 各位 這一個是很多人會患的錯誤 各位 他會講 我成我那麼難 那講成我 眾生本成我 各位 很多人會以為 原覺經 華言就跟我們講 眾生本成我 是鼓勵我們的 錯了 佛陀全部講實相 所以各位 為什麼金剛經突然一段 佛陀講 如來是真於者 實於者 如於者 不義於者 不狂於者 為什麼會講這個 他就要告訴我們 我不是鼓勵你們的 不是給你們畫一個病 這個是真實的事 可是你無信 你就會高推正進 威己自恩 可是你如果沒有志 你雖然信了 可是你如果沒有志 你就起徵上慢 神叫徵上慢 不用修了 什麼都不用了 我就是佛了 各位 這個叫認病 各位聽懂嗎 因為你還不到啊 所以佛陀才教導你啊 不然你為什麼要求善 這是 各位知道嗎 你第一個信已經過了 可是各位 你無志的話 這個信也不是真信 所以你如果無志 你就已經起徵上慢 我就是佛了 還要修什麼 我任憑他這樣子 過就可以了 各位這個叫認定 你認為我就是佛了 對啊佛跟你講 你是佛啊 可是你還有妄想執著啊 各位這句話 這雙關語喔 眾生說眾生 原來具有智慧德向 這是佛嘛 如來智慧德向嘛 只因為 被妄想執著不能正德 你要妄想執著啊 所以各位 你還不到喔 所以很多眾生 他無志為起徵上慢 所以各位時常這樣子 各位這個人要懂喔 學佛是這樣的 都是忠道義 這個太重要的觀點喔 有些人一聽言訣 我成我了 什麼都不用了 因為你還沒到 理及佛 你理向上是這樣子 可是你證物的經典還不夠 你自己本身還不到 因為 你的妄想還沒有出 你的執著還沒有出 所以 不能做任病 各位這兩者病 很清楚了喔 第一個做病 一直要修一直要正 不知道 無修無正啊 本來就空 無相無作啊 然後任病 有兒就可以了 然後就任他 任他而走 我就成活了 沒有那麼容易啊 這個兩個病了解嗎 這太好了喔 好 第三個病 叫做止病 各位什麼叫做止病 請各位要仔細聽 第三個子病 跟第四個妹病 有一點雷同 一個比較嚴重 可是他的方向有一點不同 他的病有一點不同 大致上相同 如果有人他說 我今天我自心永息諸念 各位我要永息諸念 他的做法 要息 諸念 是永息 要把這個念 要把它息住 息住總共有句話叫壓住 壓住我這個念 那我就會得到 一切信 極然平等 他說我只要保能念壓住 就是息住 我的自信就會極然平等了 他說 那我就得到圓絕了 我求圓絕的方法就是要息念 那結果 佛陀告訴我們 比圓絕信 非子何故 並不是你子 子就是息 這個子就是息 不是你用息可以得到的 第三個病 跟第四個病 魅病 可以同時講 好 各位在六祖談經 第二分 叫定會一體 六祖說 我的法門 以無相為體 無念為中 無助為本 各位 這是六祖的法門 無相 無念 無助 那六祖解釋說 什麼叫做無相 就是 余相 離相 六祖講的無相 不是沒有相喔 有相 它會出現的成相 出現的相分 可是它是幻相 所以余相離相 我們今天在這世界 是一個相中的世界 可是你看相 它是圓影 它是影相 這個代表你入華界 所以若見諸相 非相 極限如來 再來 無念 余念 無念 各位 這個太重要了 所以呢 六祖所講的無念 不是沒有念 是有念 可是你要理念 可是什麼叫理念 才是重點 不是習念 各位 這個太重要 如果你習念的話 你就換了第三個病 叫子病 可是它講的理念 什麼叫理念 我等它說明 那無助為本 什麼叫做無助 他說 這是人之本性 各位 太好了 各位 我們真正的原覺自信 我們的本性叫原覺自信 是無助的 什麼叫無助 本來無所助 無所助 無我 無所助 才是我們的原覺自信 它叫空門 六祖說 何謂無念 無者 唯 無何事 念者 念何物 各位 太重要了 所以無念兩個字 無者 無 無什麼事 就是 無 成勞 遠離成勞 二相之事 各位 無 無就是二相 什麼叫二相 取捨好壞 四非三二 叫二相 這個叫做無 無成勞 二相之事 無 無這個 那念 念什麼 念真 如自信 各位 太重要了 念 就是念 有一個真 如自信 所以各位 六祖告訴我們 有一個本心 念是念這個 我們的自信 就是真如 真如是名詞 真如的歡義 叫做本無 本來無一物 歡義成叫真如 真如是用 是用一種名稱來表達 他的原意叫本無 真如有一個性 因為真如有性 所以他才會有念 那個真如跟念 信跟念的關係 真如有性 那真如跟念的關係 真如就是性喔 跟念的關係 他說真如跟信 信就是真如 是念的體 而念是真如的用 換句話說 六祖告訴我們 真如能起念 真如起念 是華爾如式的天性 既然他是華爾如式的天性 既然他是華爾如式的天性 你怎麼可以習呢 你怎麼可以念呢 所以底下的說明是 念 就是真如的用 而真如有性的性跟真如 就是念的體 所以他底下的說明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如果沒有真如的話 六根眼耳鼻舌生意 就壞死了 可是只要有真如本性 只要有真如自信 他一定能起念 所以六根能起見聞覺知 什麼叫見聞覺知 眼睛能看耳朵 能聽鼻子能聞 簡單一句話叫四個字 見聞覺知 他說 真如有念 念能起見聞覺知 可是 只要不然萬盡 我們的真如自信 常自在 什麼叫常自在 各位 他就顯現無疑了啦 這個叫做見信啦 你如果把這個念 讓他習 讓他妹 就等於你在習 真如自信 跟妹真如自信 各位 這個怎麼是修行的方式呢 這完全錯誤 我們要讓真如自信 活潑的顯用 可是 你卻把他習掉 怎麼斷掉 那就錯啦 那什麼人才是回歸自信的人 讓真如自信起念 不要習念 也不要 也不要媚念 也不要斷念 而真如自信的念 他會有見聞覺知 這個見聞覺知 只要不然外境 什麼叫不然外境 你知道 你不執著 念讓他念 可是只要不執著 回歸真如自信 常自哉 這個叫靈心見心 可是六主講得這麼清楚 可是眾生患了一個病 患了什麼病 我卻要習 習就是壓住 就是要止 止就是習嘛 習掉 真如有念的念 那就錯誤了 跟真道 跟真正的忠道 相違背 第三個病 可到這邊這樣 懂不懂 各位 第一個病出來什麼病 要需要症 要去做什麼 這個叫做病 第二個 就任憑 言訣自信出來 各位 這個你有錯誤 佛陀告訴我們 你還有執著 你還有妄想 所以要用患來取患才對誤 第三個 你要習你的真如自信 你要習住 要止住 錯了 真如自信 本來就在起念 而起念是什麼 是他的自然 所以六主談經 同一品 六主講說 不能斷擺思想 不能息滅思想 息滅思想 讓你念盡除雀 他說此人即是有過 他修行錯誤了 如果他把習念 就是習啦 禁啦 禁念 禁念就習念啦 讓他這個念全部斷掉的話 他用這樣子來教導眾生的話 他說 你有過順的事 你有教導眾生喔 他說 你換了一個 毀謀佛君 毀謀佛陀的重罪 這是五大重罪裡面的最大重罪 因為你教人家錯誤 六主談經講 你自己錯誤自己 你還教別人 各位這個太重要 聽到這個 各位 我跟你講喔 我們要警惕喔 說一個佛法 真的講 你沒有建法的 不能隨便教人 那承擔的業力太大了 因為你斷人家的會命 你殺一個人是殺一個人的生命 他恨你 一個人恨一個人 你斷人家的會命 最後最大 所以不能開玩笑 不能好為人師 可是當人師難 當金師容易 各位要懂 這是儒家思想講的 所以禮記裡面有講說 記問之學 記問之學 不足以當人師 所以儒家思想講人師 跟講金師 它是有不同 各位注意喔 金師是什麼 能夠對一個學問 有成先起後的人 一律稱為叫金師 我現在所講的經 跟經文的經無關 這是儒家上講 比如說有一個世間的學問 你可以把它傳承 這種人 一律稱為叫金師 所以 記問之學 這個是金師 因為你記問嘛 這學問你要有記跟問嘛 世間法的東西嘛 記跟問 各位才能夠傳承嘛 各位這個叫金師 所以禮記裡面講 記問之學 不足以當人師 而什麼叫人師 重點 人師在佛經裡面叫天人師 天跟人師 天人師 就是可以把他的弟子 把他的學生 代忘了身次 回歸 圓絕自信的 才稱為叫人師 請各位聽著 所以禮記 不簡單喔 禮記是儒家思想 告訴我們 記問之學 不足以當人師 它只能當金師 因為它能傳承一個學問嘛 如果佛教把它當作個學問 可以從佛學院上課 各位了解這些經文的意思 或者是這些名像 各位 這可以當金師 你可以教學 可以當金師 因為你懂得這個 可是各位 你要帶人家能了生師出輪迴 各位跟你講 你沒有入法界 你怎麼教人家入法界 你沒有了生師 你怎麼可以教人家了生師 當人師 不容易 人師叫條育師 條育師叫天人師 這個就是諸佛如來 這諸佛菩薩的境界了 各位 現在 佛要教我們 善之士 不可以患這士病 因為他患這士病 他們教眾生 則士病走 眾生一定有病 所以換句話說 所有要成我也不能患這士病 可這士病 各位慢慢浮現出來喔 其實你們能懂喔 第一個不能患什麼病 做病 第二個不能患什麼病 認病所以要修信喔 不然的話 各位你會起真上慢喔 各位 學佛不是講說 原結是本事自成 我都不用 各位 你這個是一個狂諱喔 各位 這個有所謂放火 因為你還不到 你還不到 所以你會起真上慢 可是 你本來跟佛 本來就是平等 對 這個是自信公德 你要先有這樣認為 可是你要知道我還不到 所以不要狂諱這樣說 我都懂啊 本人自信天生我 這個你就患了 任病 各位如果是這樣子到 佛頭不用講經十九年啊 歷代祖師大德不用來了 唯摩居士 在唯摩居裡面 他不會視線有過 視線成勞 各位 菩薩視線菩薩 行李非道 通達佛道 他就不用這樣子了 人家為什麼願意來這個 各位 各位 就是要讓我們除掉死病 第三個病叫止病 就是要習念 念不能習 習的話 沒有辦法回歸自信 各位這樣聽懂吧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跟第三個 差不多 可是最後一個 是病更大 各位來看 四者滅病 若負有人 若如是言 我今永斷一切煩惱 身心必盡空無所有 何況更成虛妄境界 一切永疾 欲求圓絕 比圓絕性非極相故 說明為病 好 各位 所以我有一種病 剛才是習嘛 叫子嘛 現在是若有人做如是言 永斷 哇 他要斷 斷比壓住更嚴重啦 剛才是習 把念習掉 現在是要斷掉斷念 各位 這個是修行的 各位 最差的一種 第一種呢 是百分之九十人患的一種作病 現在大家都要修行啦 這個對喔 也不是錯喔 可是他不知道 圓絕自信 不是你用心修來的 很多人 我拼命的念佛 拼命的做功課 拼命要做什麼才能什麼 可不是 圓絕自信你不修 他也是這麼圓滿 有時候你動的更要修的念頭 越把它遮住 斷念的話 是所有修行最大的障礙 所以有人說 我要永斷一切煩惱 就是要斷念頭斷煩惱 身心必盡空無所有嘛 何況更成虛幻境界 一切勇急 欲求圓絕 比圓絕性 非極象固 他說 什麼叫圓絕性 他說 一定要極象 什麼叫極象 他說的極象 就是要斷念頭 就是要斷一切的煩惱 叫做極象 這個是病 可為什麼這個是病 各位 這段話 是六主談經很重要的話 無象 無念 無助 就是六主他講的三話 所謂無念著 無 無 誠勞二相 就是你要把 好壞 是非三二的二元化 放下 為什麼可以放下 因為它是假象 它是影象 那念 一定要念真如 為什麼要念 喔 原來我有一個 圓絕自信 如果用在萬經萬一關 叫自信 親近原民體 用在六主談經 叫本心 所以不是本心學法無益 本心真如自信 真如自信有一個功能 它一定會起念 各位不要懷疑 起念是真如自信 華爾如式的天問 那 你要把自然的信 要把它洗掉 各位你患了這個病 不但要洗掉 要把這個念斷掉 你認為把這個念斷掉 叫斷環腦 我斷了環腦以後 我就可以得圓絕自信 各位現在的這個病 算變成最嚴重的病 因為這個念 本來就斷不掉 你硬要把它斷掉 這是妄想 那個不要斷掉怎麼辦 讓念頭出去 念頭出去 你關念頭 你就會有見聞覺知 那見聞覺知 你只要知道 你這個見聞覺知 你也不然萬經 你不著相 因為凡說相都是虛幻 可是你還在相中 可是你不著相 那相對你有什麼用意 它是你的相用 你沒有它也不行 可是它不是實在的東西 如果你能了解到這個的話 這個叫做真如自信 你必定常自在 你就回歸圓絕自信的本能了 所以各位 這段話 四個媚病的媚 是最重要的病 修行最臭的病就在這個 這段話我念 做今天的結束 他說 離世病者 則之清淨 如果離世病的人 他就是得到清淨了 這個才叫做清淨 他說 做事觀者 名為正觀 這個才叫做正見正觀 各位 若他觀者 什麼叫他觀者 你還有事病的話 這個稱為叫邪觀 好 各位今天 普爵菩薩所問的真正的重點 講完了 各位我們最後做複習 普爵菩薩要問 第一個 為什麼 圓絕自信 本自清淨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正德 我們要怎麼辦 佛陀告訴我們 你一定要這麼做 普爵菩薩要問 我要找誰 我要求何人 行何行 求何化 法跟行 然後 第一個求何人 這個人 叫做善知識 什麼叫善知識 佛陀有他的標準 回歸正信者 回歸自信者 回歸法界者 才能稱為叫善知識 而 回歸法界者 雖有過患 各位 所有的學生 不能看起過患 因為他教你光明 你要永遠記得這個恩 甚至佛陀告訴我們 不惜生命 也要去擁護 可是 善知識者 他要說學生 也要知道他有這樣的法器 所以在今天的末法時期 其實要求善知識很難 真的很難 你要知道他的華意 而且他要布施威夷 所以裡面 在四師五師宋裡面 其實還要詳細講 你所謂找的善知識 最基本的還有兩個 拿兩個 你現在看他的像 第一個 不能有財 不能為了財 愛財之者 不是善知識 第二個 很重要 不能有色 如果男女關係的 愚律不從 你要知道 現在很多人來做這個問題 第一個 財 第二個 這是外向而言 內向而言 各位一定要正知見 各位一定要懂啊 當你能這樣子的話 你聽善知識的話 你用善知識的行 各位你的修行 才可稱為叫 如 法 行 如 如什麼 言訣自信 法 言訣自信的話 行 行 言訣自信的行 各位 你一定成就 佛陀跟你保證一定成就 那善知識一定沒有四病 他只要教你有這四個的 都不是善知識 所以你只要沒有這四種病 各位 你就可以達到了佛陀的標準 而回歸 三阿秒 德羅三秒 三不提 此官就是正官 如果你還有做認子妹的病 一律稱為叫邪官 各位什麼叫做做 做病 我要修 我要正 你不知道圓絕自信 本是天真 什麼叫做認 既然本是天真 所以我都不要修 也不要正 認他 而天真 做也是病 所以佛陀教我們方法 以患起患 施謀他 好 接下來 你有子 習掉你的念 魅 最重要 魅掉你的念 全部都是有病 全部都能回歸自信 為什麼 因為念 就是真如自信 本起天真 本起天然的作用而已 所以真如是體 而念是他的什麼而已 用而已 好 各位今天 圓絕自信 講到這邊 各位已經要總結回來 總結回來 他要把眾生修行的病 各位從四項裡面 今天講到這四病 好 各位非常感恩佛陀 普覺菩薩 各位的教導 我們今天的功課 這一堂課 就先到這邊 各位結束 感恩 阿彌陀佛 好 好 各位